改变习惯就是改变你的认识 改变你的学佛 改变你的愿力 不留任何在人间做错事情的机会 不让自己有任何做错事情的机会 你才能如理如法地实现愿力 绝对不能让自己做错任何事情 做错事情都没关系 但是不要去让自己总是做错 你就成功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总是做错事情 恶缘开始轮回 一会儿做错 一会儿做错 时间长了 他会轮回的 就像骂人一样 经常骂人 骂到后来习惯了 就会一开口就骂人 你都不知道自己骂人了 师父还说 等哪天你骂了别人 人家揍你一拳 你才觉得我骂过你吗 实际 你的嘴巴早就骂过别人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君弘师父 今天我分享一件小事 但是这件小事体现的就是菩萨妈妈 事无巨细地关心着我们 就像师父说的 菩萨妈妈连一些小事都帮助我们 连我们赶不上公车都来帮助我们 上周五下午 学堂打电话给我 说我孩子突然肚子疼 希望我能马上去学堂 接到电话的那时 我的心就怦怦地一直跳 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认真地问了一下老师 老师说 下课后回到学堂 就说肚子痛 我就冷静下来和老师说 没事 让他多喝些热水 可能是着凉了 我现在就去学堂 在路上我心里想 念消灾吉祥神咒 能保孩子平安 我就许了108遍的 消灾吉祥神咒 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平静 担心孩子 我就一直想没事的 就是着凉 有菩萨妈妈在 有师父在 没事的 我念了消灾 孩子会没事的 我心里还在想 说不定我到了学堂 孩子就没事了 就这样一直走着走着 到了学堂门口 我还有些担心 但是一进学堂 看到孩子 正在和其他同学讲话 一点事情都没有 就是脸色比较差 我心里真的是高兴啊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经文灵验 孩子在我去学堂的 十几分钟路程 就没事了 我问孩子 你现在肚子还疼吗 他说不疼了 我看了一下技术器 我的消灾吉祥神咒 还没有念完 我就继续把经文念完 离开了学堂 等到晚上去接孩子回家 孩子的脸色变得红润了 而且生龙火虎的 无限的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学佛中太多灵验的事情 今天先分享这个小小的事情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我是初学者 有次我给师兄电话 师兄让我多被姐姐咒 让我化解和儿子的冤解 从那以后 我只要一有空就被送 基本上每天一百多遍 现在我和儿子关系好多了 以前我总是称恨她 学心灵法门以后不再恨了 她也知道关心我和她罢了 打电话哭着向我忏悔 昨晚临睡前 我从厨房拿一大瓶开水 到卫生间用水 在水瓶放在脸盆池的一瞬间 水瓶底子脱离 水瓶既没打坏 也没倡导人 这不是菩萨妈妈保佑吗 这也是我们诵经学佛的功德呀 感同秀的分享 这位同秀分享道 昨晚去观音堂的路途中 车爆胎了 就这么巧 很近电邮站 就这么巧 洗车厂的工人刚刚要收工 刚刚老板又在 老板又很友好 叫他的工人帮帮忙 就这么巧 我的备胎刚刚不久前打了疯 那个马来小弟 三两下就搞定了 然后我就去观音堂继续念经 还有时间念完礼佛大忏悔文 哈哈 想回头 真的有这么全面的这么巧吗 一 路上有小小的交通堵塞 所以驾得很慢 所以爆胎了 车也不会乱摇摆 二 心也超镇定的 三 好幸运 不是在高速上 四 幸运 放生电邮站附近 电邮站边就是那个洗车厂 五 洗车厂的工人刚刚放工收拾东西 不是在繁忙的工作时间 事情发生前 因为车的引擎有点声音 也蛮担心 不过心里想 菩萨不会让我有事的了 放心 我们在人间 实在没有理由不开心了 我们常有菩萨保佑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感恩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谢谢大家读我的灵验小故事 感恩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今天做科学实验时 我不小心烧到手 虽然戴着手套 但是整个手掌都着火了 奇迹般的 我一甩手 火就没了 也没有受伤 我知道 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了 我会好好 信佛 念经 修心的 感恩和食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纪念伟大的 拿摩释迦摩尼佛 将佛法传入世间 指引众生解脱之道 一 编者案 2500年前 伟大的佛陀 历经千辛万苦 将佛法真谛传入人间 以亲身体正的佛法真理 引导众生破迷开悟 走向究竟解脱 佛陀在人间弘法四十九年 以慈心悲愿来救度众生 用智慧方便来教化度众 恩师卢台长 也一生追随佛陀的足迹 宏传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精神 无我利他 以生命供养众生 色身缘济 法身永存 让我们学习佛陀和恩师的精神 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照亮心中的佛性 弘法立生 让更多有缘众生 归一道心灵的净土 佛陀在人间弘法的圆满世纪 3.佛陀的庄严德相 1.佛陀法相庄严 不轻易言笑 选自2020年7月31日 悬疑问答 师父您在白话博法第86集 经济是成佛的针对这一集中呢 讲到了难陀发了魂怨 然后佛陀就笑了 因为佛陀看到难陀将来会成佛 然后阿曼就奇怪 佛陀为什么笑 请问师父 佛陀是不是很少笑 是啊 你去看哪个庙里佛陀 形象是笑的了 佛陀很庄严的呀 对 对不对呀 他很专业的 对他不太笑的呀 对不对呀 修得越好的人 到后来他就不是随便笑的 因为这个人间 除非我们的弥勒佛 他是看破红尘了 看破人间这些了 他笑人间了 叫激功活佛一样 笑我们人间愚痴啊 听不懂啊 嗯 明白 2.佛陀清静 微妙的法音 选字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236 摘选 问 请师父慈悲开示 此话是否是佛陀之语 意念中 我好像是在佛陀时代 佛陀身边的人 2018年6月4号 早上7点50左右 香块烧完的时候 突然觉得 有一个画面 在我眼前出现 画面中 好像出现 伟大的佛陀 年轻时的圣像 面向南方 我以为是幻觉 没有多想 就在此时 我突然听到 一个男人的声音 特别好听 如绵绵流水之音 又如高山回荡之音 空旷中之亲切 感染力很强 又有大自然中的音波 此理之后实 然后听见 开示如下 答 这是佛菩萨的开示 充满着正能量 3.佛陀发锣右旋的肉计 无上圆满妙相的说法 选字 2014年12月5日 直话直说 师父在节目录音中 曾好几次说 释迦牟尼佛 头发是自来卷 那请问 师父自来卷的人 从玄学角度来讲 有什么说法吗 你们研究得很厉害 连佛陀的头发 你们都研究 头修大问题 实际上 实际上佛陀 他这个头发 就是代表 他的智慧了 你们知道吗 一个卷的就是智慧啊 就像一个小周天一样 就是他不停 他这个整个头上 头是 全部卷卷卷卷卷 就是像宇宙空间一样的 全部在他心里了 是这个概念的 不是人家看头发卷的 听得懂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 有些菩萨头发是光的 像地上王菩萨 很简单了 他跟宇宙天地 全街上气场的 为什么和尚传要剃度了 你今天不问呢 有几个人讲得出这些东西啊 这些全是天上的东西 他怎么 你叫他怎么解释 他怎么讲得出来 你叫他编都编不出来 我告诉你 讲不出来的 为什么知道吗 明白 头发光是什么 他本身就是个宇宙啊 把大宇宙 接入你的身体上的小宇宙之间 天和地才接通啊 根本没有人间的东西了 他完全头是 头上是光的 就是接着整个宇宙之光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东西里面太有讲究了 像佛陀已经是 他是整个是在宇宙空间当中 都在他的心里 所以他会有这些形象出来 所以每一个菩萨的形象 都代表着他一定的 自己的本身的能量体啊 是这个概念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四 佛菩萨斥足代表心中干净 光明磊落 选自2020年3月8日悬疑问答 我们以前看到寺庙里或家里 供的大菩萨像都是光着脚不穿鞋子 踩着莲花 有的神话剧里的菩萨也是踩着祥云 光着脚 但是大的护法神是穿着那种长的靴子 师父这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光脚实际上就是脚踩莲花呀 干净呀 对不对呀 菩萨的光脚 菩萨的光脚是代表他的光明磊落呀 对不对呀 菩萨他的莲竹呀 他的竹 他的脚像莲花一样的呀 他就是莲花呀 莲花脚呀 所以佛陀的脚都是莲花呀 莲花瓣呀 有时候佛菩萨采祥云师父开始开始 都是莲花上采在莲花上 听得懂吗 因为菩萨 他根本不会说 因为谁来关注你的脚啊 而且你到了法会上庄严的话 他就是莲花 他看不到脚的呀 坐在那里呀 哪一脚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护法神的形象 为什么穿着靴子呢 他就是代表他一种庄严像呀 承重呀 承重 你想想看 护法神拿着兵器 对不对呀 他就是护法的那种 对对对 那个绳的那种像出来了 他是一种庄严像 这个庄严像呢 那个脚呢 他又不是采莲花的 他当然了 就脚踩着大地 头顶着天空呀 他就是叫 叫顶天立地呀 所以护法神的形象 是顶天立地 所以他必须要穿鞋的呀 哦 但是你看到 很多除了金刚菩萨之外 其他的护法神 也有不穿鞋的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五 吉祥卧对于养生和修行的意义 选自 2020年4月5日悬疑问答 师傅您给大家讲讲吉祥卧吧 吉祥卧就是睡觉的 佛陀在睡觉的知识啊 因为你看这个吉祥卧从生理上来讲 你就是不压迫心脏 你听得懂吗 对 不压迫心脏 因为很多人呢 这个心脏啊 不好啊 他就是说 经常靠着左面 他就不舒服了 因为有时候 佛教 佛教的这个修行的知识啊 冲着右面 像狮子王一样的 像狮子王一样的 是 你看狮子他很多的 都是冲着右面来 睡觉的 我们说 这个佛教的有四大威仪啊 睡觉你不能像 像动物一样 这么两腿插在 面朝着上面的 这个这个这个是动物啊 这个人家过去做 叫畜生我呀 明白了吗 是是是 他也有修罗我 也有吉祥卧 因为卧如宫的话 这个是威仪啊 有的时候 左手大的膝盖 两腿呢 相叠 这样的话呢 不得掉举 就是说 这两个腿这么 一叠在一起的话呢 就有一种庄严相出来 哦 庄严 养睡呢 养睡呢 就是说呢 有一些睡得比较好的姿势 养睡的话呢 也是修罗碎 也有的 啊 嗯 但是呢 全 但是不能这个左手啊 这个像枕头一样 右手打打膝盖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我们真的也是要学 吉祥卧 对身体好 也助于修行 对啊 你睡觉一定要向右的呀 从科学上来讲起来 你的 你的肠胃的胃啊 它的 它的口啊 是在右边的啦 啊 所以你把胃里边的东西都顺着这个口到肠里边去 就不要积在胃里边 你往左边一睡的话 你这个 就等于这些肠胃里边吃的东西不消化的全部到左面的胃里去了呀 它肠胃的胃有一个胃口的呀 一个口 它是在右斜的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不但是新的 不但是新的 嗯 而且吉祥卧功德非常大 临终不会多恶道啊 哎呦 原来是这样 吉祥卧从佛法角度和科学角度都能讲得通 说得通 都讲得通的呀 所以很多人 如果你要是憨睡当中离开人间的话 你这个卧室的话 你就不会堕落三恶去啊 不会堕落三恶道啊 哦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人间业障重如山 逃也逃不掉 要用惭愧心活着 要用感恩心生活 你就不会走偏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翻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